美国洛杉矶时报网站 2018年12月31日刊文称 在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政策下 美国在多条地缘政治和经济阵线上 对中国变得更加敌对 很像冷战时期华盛顿和穆斯科展开权力争斗 文章称 与苏联不同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全球经济大多依赖中国的产出 其程度在短短十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 此外 中国正在建设一支现代化军队 这支军队在十年内会有能力 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主导地位 文章称 专家们争论华盛顿是否逐渐落入 哈佛大学政治学家格雷厄姆所说的修西里德陷阱 曾在1991年至1995年担任驻华大使的退休 美国外交官瑞孝俭说 我们应听认自己落入修西里德陷阱吗 还是中国有可能凭借嫌熟的外交技巧 在2025年变得更加强大和繁荣 而不对美国构成战略威胁 文章认为 特朗普与中国对抗所包含的内容 远不止一场针锋相对的关税战 文章提到 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10月份 发表措辞严厉的讲话 指责北京采取全政府战略 来削弱美国经济和政治制度 文章称 中国不断飙升的贸易顺差 导致美国越来越有怨言 北京还启动了军事现代化计划 并着手在南海岛屿上修建飞机跑道和其他设施 中国开始实施一带一路诚意 这个大型基础设施计划 旨在加强全球海上和路上联系 它还创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这个多边放款机构 类似由美国领导的世界银行 目的是为亚洲各地的公路 手机信号塔 铁路和机场建设进行融资 文章称 从奥巴马总统开始 美国的对策是慢慢 批评者认为仍然不充分 不连贯的加大施压力度 文章指出特朗普政府对抗性政策的目标难以看清 是与北京达成更有力的贸易协议还是别的东西 曾在中情局和国防部任职的克勒尼 西方驻制定了特朗普国家安全战略 支持与中国展开更激烈的竞争 他说我们在场外跃跃于市 却还不知道自己要往哪儿跑 我问过多名政府高级官员目标是什么 得到的答案至少有四五种 文章称 五角大楼官员认可了回归于包括中国在内的 主要对手展开大国竞争 这是白宫在寻求 摆脱反恐战争之际所奉行战略的一部分 文章指出 中国高级官员否认北京谋求取代美国 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美国的有些访路分析人士也这样认为 文章称 无论特朗普政府到底想干什么 大多数专家认为 中国的崛起不可逆转 美中紧张关系可能会持续数年 文章称